随着新年一史,一部备受期待的好莱坞巨制惨遭票房滑铁卢,其表现令人大跌眼镜,阿盖尔,神秘特工,自上映以来三天内,票房勉强攀升至一千万大关,首个周末的收益远未达到预期,开化首日的收入仅为七百万,一二天尽管遇到周末假日,其票房收入却只有三百万。 进步及一步地道的香港爱情喜剧,还是觉得你最好二,更受观众青睐,随着周末的惨淡表现,到了2月26日,这部电影的排片比例骤降至二,百分之九,其在内地的总票房收入恐怕难以突破两千万元大关,不仅票房惨淡,其口碑也是一落千丈,在豆瓣,这部电影的评分仅有六,二分,成为了导演马修,沃恩, 在内地上映作品中,评分最低的一部,而在此之前,沃恩导演一直以作品优质著称,他的前作《王牌特工2》,《黄金圈》,《豆瓣》评分为六,八分,而更早的几部作品,对应爱迪,《王牌特工》,《特工学院》,和《X战警》,逆转未来,分叠获得了八,一分,八,四分,和八,二分的高分, 口碑颇佳,票房和口碑通常相辅相成,但《阿盖尔》,《神秘特工》,却未能继承王牌特工系列的辉煌,尽管如此,该片仍有其亮点值得一提,影片最大的看点之一是其豪华阵容,聚集了超过百位演员参与,其中不乏至少15位大台明星,《阿盖尔》,《神秘特工》, 几乎可以被看作是一部女性主导的电影,故事围绕着主角叶丽,康维展开,由布莱斯、达拉斯、霍华德饰演,他曾因早年的《美丽心灵》留给观众深刻印象,近年来又主演了《侏罗纪世界》系列,成为好莱坞的一线明星,电影中的两位男主角,由山姆、洛克威尔和亨利、卡维尔扮演,一个以搞笑著称,一个以英俊帅气出名, 他们在动作场面上的表现也是游刃勇余,而赛尼尔·杰克逊在影片中虽然戏份不多,但所饰演的角色极其关键,为影片增色不少,此外,不得不提的是我格外喜爱的布莱恩·克兰斯顿,他在本片中塑造的角色与《绝命毒师》中的形象截然不同,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,电影还汇聚了众多明星,包括圣诞夜惊魂的凯瑟琳, 欧哈拉、汉密尔顿的阿利亚娜、德伯斯、国际知名歌手杜阿、利塔、以及约翰、塞纳等,他们在影片中不经意的亮相总能给观众带来惊喜,影片的第二大看点绝对是其引人入胜的剧情,现实与幻想的交错,过去与未来的纠缠, 正邪之间的界限模糊,阿盖尔、神秘特工,不仅设定新颖,还采用了层层递进的叙事手法,而且电影中出现的小猫咪也异常可爱,整部影片几乎找不到可以松一口气的空道,这不仅是一部娱乐性十足的爆米花电影,更具备思考的深度,稍不留神就可能错过关键情节, 第三大亮点则是电影在动作场面和美术表现上的杰出成就,电影的动作场景采取了极端夸张,狂野不羁的风格,尤其是开场的追车戏份,简直就像动画片一般,脱离了现实,角色仿佛拥有不死之身,为整部电影定下了基调,然而,这种夸张的动作场景虽然视觉冲击力十足,却也因缺乏真实感,而让观众时常提醒自己, 这只是电影,这反而削弱了观影的紧张感,而在美术表现方面,电影更是达到了极致,无论是场景还是人物服饰,都保持了高度的统一性,导演成功地将美术风格融入动作戏中,尤其是烟雾弹大战那一幕,展现了独到的美学视角,与王牌特工,特工学院中的经典场面异曲同工,尽管电影有如此多的亮点,但令人遗憾的是, 他的票房和口碑却未能如人意,在探讨马修、沃恩指导的电影在华表现时,不得不承认,好莱坞影片在中国市场的光环已逐渐暗淡, 马修、沃恩早期作品如《王牌特工》系列及《X战警》,逆转未来,曾收获颇风的票房,然而,其后继作《阿盖尔》、《神秘特工》,却票房惨淡, 这在很大程度上,反映了国内观众对好莱坞作品的热情已大不如前,这也是近年来,好莱坞大片在华旅遭挫败的主要原因之一, 另一方面,观众尚未完全消化完春节档期的影片也是一个重要因素,今年春节档期原定有八部影片上映,最终只剩下四部, 许多观众春节期间选择出游或返乡,在重新开始工作后才有时间观影,他们的首选自然是那些大热门,如热辣滚烫,第20条,和飞驰人生案,第3,影片本身的知名度不足, 加之中国观众对好莱坞明星的了解并不广泛,尤其当主演飞向汤姆、克鲁斯、约翰尼、德普这样的超级巨星时,即便是汇集了15位知名明星,也难以引起足够的票房关注, 毕竟,阿盖尔这个名字对于观众来说既不熟悉,也无法与好莱坞的超级英雄或马修、沃恩的王牌特工相媲美,所以观众的冷落也就不足为奇了, 至于影片的口碑,我个人也对阿盖尔、神秘特工仅获得6,2分感到疑惑,至少我会给初期,2分,作为一部爆米花电影, 它完全达标,无论是美术、摄影还是动作场面都颇具诚意,可能只是故事设定稍显陈旧,不过,如果你已经观看了春节档期上映的四部电影, 不妨考虑这部片子,花一张电影票的钱绝对物有所值,而且,国产电影已在市场上占据绝对优势,支持这部好莱坞影片也无法改变大局, 关于电影热辣滚烫的评价,没想到一个相声演员,竟然把专业导演按在地上摩擦,这句话体现了观众对贾玲的高度评价, 确实,这些年来贾玲的身份经历了多次转变,从相声演员到小品,综艺,电影演员,再到现如今的电影导演,展现了他的多才多艺,似乎没有什么是他办不到的, 只有他不想做的,转型导演后,他一共指导了二部电影,《步步大卖》,电影《你好》,李幻英, 以其54、13亿的惊人票房,荣登中国影史总票房榜第三位,紧随其后,热辣滚烫,自上映16日起, 已斩获32亿票房,暂居总票房第16位,正迅速向周星驰的《美人鱼》发起冲击, 这样的辉煌成就,是许多资深导演梦寐以求的目标,然而,贾玲一次又一次地将这个梦想变为现实, 更加令人敬佩的是,在这一次的竞争中,贾玲的对手是张艺谋和宁浩这样的影坛巨布, 尽管如此,第20条的票房成绩仍旧只有热辣滚烫的三分之二, 而洪坦先生,不得不宣布撤党,在贾玲的成功之路上,自然也伴随着争议声音, 有观众批评他利用减肥作为营销手段,玩弄悬念,扰乱了电影市场的秩序, 有人甚至表示,他们花钱看电影,结果看到的却是贾玲两小时的减肥纪录片, 尽管面对争议,热辣滚烫的票房依然势不可挡,为此,贾玲还特意制作了一部展示自己蜕变过程的NV, 视频涵盖了减肥前后的贾玲,她深情的歌声证明了她成为爱豆的潜力, 出人意料的是,贾玲似乎真的有一项成为一名爱豆, 最近,一位博主爆料,某视频平台即将播出一场影,热辣滚烫为主题的衍生演唱会, 这被业界誉为首当电影《屁眼声》的演唱会, 关于演唱会的嘉宾阵容也被逐渐揭晓, 包括热辣滚烫的演员贾玲、雷佳音、张小斐、沙逸、杨子、李雪芹, 以及大张伟、周深、汪苏龙、西林奈伊高等四位知名歌手, 业内人士透露,这一消息基本属实, 演唱会将线上线下结合进行, 但具体的阵容和细节将在下周的正式发布会上公布, 他还透露,热辣滚烫,中包含多达九首原创主题曲和插曲, 完全足以支撑一场演唱会的举办, 从这些动作中不难看出,或许热辣滚烫的演唱会计划, 早在项目启动时,就已内入贾玲的计划之中, 他那部展示减肥前后对比的,一切都来得及, Emily可能也是在为此事暗中逝水, 众人皆知,在电视剧界, 演唱的演唱会已不是新鲜事, 像陈琴丽、山河令的成功案例足证, 这些活动一度引发了抢跳热潮, 然而,电影界的演唱演唱会却是首次尝试, 这对贾玲来说无疑是一次全新挑战, 如何打造出与众不同的演唱会体验, 成为了他面临的一大考验, 贾玲,一位跨越相声,小品,电影, 综艺乃至音乐圈的全能艺术家, 再次让我们见证了他的多才多艺, 对于即将到来的热辣滚烫演唱会, 观众的态度却显得两极分化, 一些人认为应适度追求, 避免过度消费观众对贾玲的喜爱, 毕竟定非所有人都适合开演唱会, 而另一些人则迫不及待, 期待着这场演唱会, 有人更是将贾玲誉为华语圈的骄傲, 贾玲如今, 似乎已经转变了自己的形象, 不再只是孝心, 而是朝着颜值与才华并重的偶像派方向发展, 粉丝们对他的关心, 已经从职业生涯转向了他的私生活, 纷纷开始催促他走进婚姻的殿堂, 有网友点出了时间的残酷, 贾玲已年届43, 对女性来说, 拍电影的大女主角色不会太多, 观众担忧他错过最佳时间, 同时, 也有人认为, 贾玲的身家早已丰厚, 完全可以安心理财, 但人生若无子嗣, 将来或许会有遗憾, 尽管如此, 贾玲似乎并未将婚姻放在手位, 他近期透露自己的新剧, 转念花开, 已经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, 这是一部与以往不同, 由他和张小斐主演的犯罪片, 贾玲虽然不担任导演, 但仍然让人期待他的表现, 在贾玲的艺术生涯中, 无论是面对挑战, 还是选择角色, 他总能给我们带来惊喜, 那么, 你会支持他的新电影, 转念花开吗?